如果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谁设计的 恐怕大多数的人不知道 这座一山傍水气势宏伟的传统宫殿式建筑物 原来也有一段故事 本来故宫博物院就是请两三个建筑师都提设计方案 然后评审委员来评审 征求过来的设计图都太西化 这是王大宏设计的 1961年设计的故宫的设计图 它把它设计一个长方形 然后屋顶是像漏斗状一样的 然后因为它把它设计成这样 官方没有办法接受 一下子人家认为说这里面要放一些古代的文物 好像就配不起来 当时我相信对这些评审委员他们来讲 也是很头痛的事情 最后就找到黄宝瑜 就是四平八稳 对称中央一个大道台楼 然后这个又流离又往 黄宝瑜 江苏张英仁 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是一位保有传统文化思想 及西方现代观念的教授和建筑师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筑设计 融合了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 左右对称楼顶五座飞檐楼阁 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 覆盖着米黄色的墙壁 洁白的白石栏杆 环绕在青石机台式上 风格清新典雅 这个蓝色的部分它用的很好 它不是全部金黄色 全部金黄色变成太和电了 变成紫禁城 没有 它还是有一点点江南情缘 就是乌瓦有一些蓝绿色 它也用了蓝绿色 相比的话它用的是一种琉璃的瓷片 它用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淡米黄色 还有一个就是咖啡色 很多人说今天的台北故宫 与北京故宫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个渊源可追溯到明朝 在明朝的那个明城主 他把帝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原来朱元璋定都是在江陵 是南京 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永乐皇帝 他把他迁到北京去对不对 他要组到北京城 他需要大批的木匠 哪里找 苏州 太湖这一带 他们叫香山邦 自古这个木工的水平就很高 那他们除了做家具 他们还 他们也做雕刻 然后苏州这一带 当然就是亭源是最出名的 所以今天人家研究 北京的紫禁城 里面其实有很多设计 带点南方味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明城主 北迁的时候 把苏州木匠给往北带 自乾隆皇开始 北方与南方的建筑风格 有了更多的交流 在设计上也融合了更多的优点 他除了有北方的本来的基础以外 他还吸收南方的 乾隆几次下江南 他看到人家江南的文化 那个底蕴深厚 然后细致 他深深为江南的文化所折服 清朝暮年 苏州建筑工艺与文化 深深影响了大江南北 也定义了建筑美学的基准 因为在苏州有一位木匠叫姚承祖 他曾经写过营造法源 那这个里面 你看苏州的那个窗格子 花样很多 对不对 然后那个乌架 乌架它上面这个名称都是江南人的讲法 七盖梁 七戒 七盖梁 在北方他不用这个戒 他用架 这个就是江南的方言 那这个书呢 那这个书呢 后来那个苏州工业学校就把它印出来 这个苏州工业学校呢 后来就慢慢转变 有些老师就跑到中央大学去 南京那个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里面研究古建筑最出名的话 就是刘敦针 他就把姚承子这个书呢 把它发行 刘敦针的学生呢 就是黄宝宇 黄宝宇创办的大壮建筑师事务所 而大壮之名曲智老师刘敦针之号 大壮是主人 由此可看出师徒之间的情谊 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黄宝宇的作品 不难发现他是将传统建筑与现代美学融合的最佳典范 我们不要以为黄宝宇会设计这种宫殿式的 这种传统式的 他有一个现代主义的建筑物 中原大学建筑学系馆 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十年的建筑系主任 是现在所谓的极简主义 就是房子没有多几根线条 就是好像一个盒子 你看树对不对 然后这里这是一个楼梯 上去 这个是那个门 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多余 墙壁是灰色 然后好像一个盒子一样 这个代代传承的文化潜移木化地 影响了许多新兴学子 在任教的期间 与师生共同对台湾的建筑做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也树立了美好的榜样 因为在五六零年代 因为在五六零年代当时因为经济起飞 每个地方都要盖大楼 传统的这个庭园或者是民居都没有人注意 这个时候呢 黄宝渝先生在当中原大学的建筑系系主任 他率领同学们去做板桥林家花园的调查 这个是有史以来在台湾第一次一个老师带领一些学生 去测绘一个古庭园 后来他也当过文化大学的建筑系主任 那因为我在文化大学教书 所以他变成是我的顶头上司 因为他是系主任 我只是老师而已 那一个礼拜我会跟他碰头一次 他是一个很客气的人 对学生更是客气的 他也不骂人 对我们这些老师他也都是以礼相待 是一个好像古代那些世代服 他只是穿西装而已 他如果不穿那个西装 穿了一个长袍 我倒觉得也很像 就是那种像古代的文人一样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黄宝渝一位江苏建筑师 在台北坚持了古代建筑美学 也呈现了为宫廷文物安置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留下的作品为这座城市 见证了文化脉络的痕迹 也留下了古典和现代的接顺 建筑师成长和汲取的文化土壤 在个人生命中留下了完美的据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binLu